再把鏡頭轉到高雄 位在古山哨船頭的一棟百年老屋 今天被地主雇用怪手拆除 但是當地的文史團體認為 這個老房子非常具有文化歷史保留的價值 而當場呢 還有一名法國男子以肉身阻擋怪手 在現場僵持了四五個鐘頭 地主最後是報警處理 但是就在這個男子被帶走偵訊的時候 拆除動作火速展開 附近居民對市政府相當不滿 怪手就停在頭上 法國籍男子藍杰鴻坐在牆角邊 用肉身捍衛深厚老屋 希望能阻擋猜出行動 不能接受就是 這樣把人家趕走 然後把一百年歷史的監處猜出 我覺得這個是很保利的 那個都市變化 頂著艷陽阻擋怪手 附近居民不捨搬來遮陽傘 來台研讀台灣歷史建築的藍杰鴻 一早發現位在高雄紹船頭裡的百年老屋 恐將不保 和一群文史工作者拼命聯絡文化局 要留住老屋 因為根據建材有廈門磚 老菇石花岡岩 磨土和沙混搭推斷是清代的建築物 那我們後來也會設的朋友也找到說 有一張老照片是一九一二年就已經有這棟的建築物的存在 那我們推斷它可能是民宅的倉庫 對我們居民都是一個回憶 那當然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充滿有意義的地方 博地主認為老屋並非古蹟 已經被區公所認定為圍樓 並付警局報案 就在藍杰鴻被帶回派出所偵訊時 拆除工作恢復進行 眼看百年老建築變成一堆石塊 尾關居民通批高雄市府沒有文化 覺得他們很可惡啊 連這樣子也在拆 你看那個石頭那麼厚 頭剪刀呢 現在已經沒有頭剪刀了 而高雄市文化局解釋 九號和地主代表協商也同意暫緩拆除 沒想到地主卻反饋 主張擁有私有財產權處分權 執意拆除 他們也感到遺憾和無奈 記者李傳陳顯坤 高雄報導